第四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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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年就要毕业了 对啊 要准备工作了 会紧张吗 当然会喽 不要担心 念真就好了 也只能这样喽 你知道什么是22K吗 知道啊 就台湾的年轻人现在毕业值得两万二超小的 有种说法你听过没有 不要怕22K 要怕没有竞争力 听过吗 听过 所以我现在才怕自己毕业没有竞争力啊 很多人这样鼓励年轻人 但是我不太确定 什么 我以前找新人呢 起性虽然不高 但是有两万八 二十八K 他们现在给新仙人二十二K 如果说竞争力 你说这谁的竞争力降低了 其实除了这个月星二十二K啊 还有另外一个二十二K 你应该在意 是 你告诉我啊 你的人生剩几天 是 应该还很久吧 比起我当然还很久 几天吗你说 不知道 这怎么算啊爷 你不知道你也可以估计啊 知道 平均年龄啊 女性可以活到八十二岁 男性七十六岁 所以 所以 不知道 现在人啊 大家都很会算计 但是就不会计算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嗯 他们一个大学整毕业生 进入社会的一个新仙人 他的人生还剩几天 照你这样说的话 我现在大学毕业二十二岁 如果活到八十二岁好了 再六十年 一年算 三百六十五天 算下来的话 两万多耶 你确定不是二十几万吗 二十几万才对啊 二十几万 你要不要再算一下 不对啊 这样二一九零零 真的两万多耶 好了 八十年再上上街 四年加一天 所以六十年又要十五天 二一九一 还是不到二十二k 如果你怕二十二k少 你更应该怕这个二十二k 嗯 而且你知道吗 月薪啊 还可以慢慢增加 这个不会 过一天就少一天 你看爷爷 爷爷应该只有几千天了吧 那 就好银行里面存款 只有几千块钱 过一天就少一块钱 你知道 这个时代啊 不缺算计 只差计算 在生活那二十二k的日子里 你要设计你的人生 好 下一个十年 你要在哪里 下一个十年 你会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